今天的心情就像经历了一次过山车 你听我说 我其实 这是我今天的第十五条恩机 不好意思啊 等我一下 嗓音状态跟着不在心 再来 今天有没有我回家吃顿饭的 妈妈给你煮好吃的 喂妈 事业和生活难以兼顾 总是让家人等太久 要进步就得自我活力 受点挫折也是世界好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